没什么,我只是错过了他的成人理,我忘了,因为我一直在忙,我又觉得我没做错什么,变者的截图,我把变者的截图又转发给我的女儿,她给我骄傲,没什么,哪的人我都不怕,我没有时间去看那些特别的东西,再说一下,我的稿子通通审核过的,不是我一个人想说什么都说什么,大家理解一下,那稿子通通审核过的。 通审核街道平安街社区成立三年的一个新社区,辖区一万多人口,在过去的三年期间,我们一直是无异社区,在十月份这轮疫情中,第一次出现了阳性,但我们多方联动,迅速有效地控制。 前几天,我的女儿是18岁生日,然而我却缺席了她的这场成人理。 当时她给我发来一个视频,就是和她的猫咪一起发给我这个视频,告诉我,她在家里好得很,让我多爱自己一点。 我看到这个,我就转发了一个朋友圈,当时我们的很多志愿者在我的朋友圈里,他们立刻截图,在居民群里广泛转发。 妈妈,还为我的女儿送来的各种各样的祝福,我把这个祝福截平,又发回给我的女儿。 她第一次对我说,妈妈,我这是第一次感觉,你真的让我很骄傲。 其实,欠缺家人的旗帜是我们,是所有在一线防控的党员和我们的志愿者。 他们让我们更加深知我们肩上的重担,我们没有退路,只有尽力冲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,这场战役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。